第1701章局势 分身的事情终于泄露了 不过此时的业务也不在意了 他本尊的实力已经足够自保了 也不怕血衣神教发现了 而问天王就更不怕了 他都已经是准真神了 还有何具 问天王你隐藏的真够深啊 难怪我总感觉其他九位圣人王当年有点问题 原来都是你的分身 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北方神皇看着远处的问天王 深吸一口气 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中央神皇双眸凝视着远处的问天王 神色沉重道 当年和那些妖魔圣人王决一死战 也是你故意而为 哈哈哈哈 问天王文言大笑道 那是当然 为了逼迫你们打开混沌秘境 我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故意让你们看到我十王天宫的威胁 而那些妖魔圣人王 便是我最终的目的 不然你还真以为我会为了混沌大陆而慷慨赴死 九大巨头文言 脸色阴沉无比 他们当年借助混沌秘境的妖魔灭掉了十王天宫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事情 毕竟 自己不动手 借用那些妖魔就灭掉了十王天宫 简直太轻松了 而且混沌秘境内的妖魔也近乎死光 这也方便他们以后派遣弟子探索混沌秘境 这简直是一举两得 然而 现在问天王却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对方谋划 他们被利用了 为什么 中央神皇死死盯着问天王 沉生问道 问天王笑道 当然是为了提升实力啊 我修炼的分身秘术 是可以借助分身吞噬敌人的力量 从而提升分身的实力 一旦将九大分身都提升到和本尊一样的层次 那就能施展九九归翼之术 融合九大分身之力 让本尊的修为提升一个层次 九大巨头文言 皆是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世间竟有如此妙述 却王不由得转头看向了远处的夜舞 脸色阴沉道 这么说 这小子之所以修炼的这么快 也是靠着这门功法了 那是当然 问天王朝着雪王看了一眼 痴笑道 夜星辰这小子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圣 那是他的天赋 无可争议 但是你们也不想想 成圣之后再想进步又多么艰难 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古圣境界 却王闻言 脸色越发阴沉难看了 这种分身术如此恐怖 造就出问天王这样的强者 而夜星辰的天赋比问天王当年更高 以后的成就会有多大 却王简直不敢想象 但是 夜星辰已经成为他们血液神教的敌人了 而且是死敌 却王不禁头皮发麻 有这样恐怖的敌人 他睡觉都不安稳啊 这家伙是在给我拉仇恨啊 远处 夜舞能够感受到血王眼中那恐怖的杀意 不由得一脸苦笑 他知道问天王这么做 是为了逼他站在九大巨头的队里面 如此一来 他就只能跟问天王联手了 果然 就在此时 问天王继续说道 对了 之前你们排挤十王天宫的几个古圣巅峰 就是被这小子给俘虏了 我估计 这几个古圣巅峰应该能够帮助他的本尊寄生为圣人王了 此话一出 九大巨头的目光 都朝着夜舞看去 一个个眼神犀利无比 带着破人的压力 夜舞看着问天王 一脸哭笑不得道 前辈 您也不用这样拉我下水吧 问天王笑而不语 北方神黄脸色阴沉的盯着夜舞说道 夜星辰 你我无冤无仇 而且你的好友神佛还是我们北方神国的客亲 你为何对我北方神国动手 夜舞苦笑道 前辈 我当时属于中央神国的客亲 空君子前辈也说了 我们既然争夺十王天宫 那互相便是敌人 为了减少竞争对手 我就和空君子杀了其他人 这应该不算对你们北方神国动手吧 讲词夺理 巧言吝啬 我看你分明是打那些古圣巅峰的注意 想要利用他们提升自己的实力 却王冷笑道 他现在乐得让其他巨头一起对付夜星辰 却王 你想要借助诸位前辈对付我 真以为诸位前辈是傻子吗 夜舞姬逢道 那些古圣巅峰也想杀掉我 难道我还不能还手 其他巨头文言 不由得眉头一皱 如果真是如此 他们的确没有理由找夜星辰麻烦 这时 中央神皇开口说获得 夜星辰说得不错 当时他是属于我们中央神国阵营 既然当时大家的目标都是十王天宫 那么他杀掉其他竞争对手 便属正常 夜舞没想到中央神皇还替自己说话 不由得一脸感激的看了中央神皇一眼 中央神皇微笑着点头 随即对其他巨头传音道 诸位 夜星辰的幻界可是能够将我们的实力削弱三成 我们没必要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古圣巅峰 就把他逼到问天王的阵营去 其他巨头文言身子一阵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问天王说这些话 都是在挑拨离间 目的就是逼他们对夜星辰动手 到时候夜星辰就只能跟问天王联手了 当下北方神国就对夜舞说道 奥兄说的不错 既然大家都是争夺十王天公 那你杀掉他们也属正常 此事到此为止 希望夜小友以后不要再和我北方神国为敌 否则神佛恐怕也不好做 前辈放心 只要北方神国不针对我 我也不会针对北方神国 不过 当初晚辈从北方神国返回中央神国时 婆娑王对晚辈卑鄙出手 此仇晚辈不能不报 还请前辈理解 夜舞晨生说道 当初婆娑王在他背后偷袭 将他轰出北方神国 差点被地狱王杀死 这仇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北方神皇文言眉头一皱 他也知道婆娑王当时做的不地道 但婆娑王毕竟是他们北方神国的圣人王 他也不能不维护 因此审声道 我让他向你道歉 夜小友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过他一次 他虽然不认为夜星辰现在就是婆娑王的对手 但是夜星辰有那种分身术 实力早晚会超过婆娑王的 第1702章动手 听着北方神皇的话语 夜舞眉头一皱 随即沉生说道 当时如果我实力差一点 就已经被地狱王给杀了 此仇岂是一句道歉就能过去的 不过既然前辈亲自开口 晚辈也不能不给面子 只要婆娑王自断一只手臂 当众向我道歉 我便放他一马 北方神皇文言 不由得看向远处的虚空 今天这么大的场面 婆娑王自然也来观战了 远处 虚空裂开 婆娑王从其中走了出来 他眼神冰冷的看向夜舞 神色阴森道大言不惭 让我向你道歉 你也配 区区一个古圣 待你踏入圣人王境界后 再狂妄也不迟 他堂堂圣人王中期强者 明镇混沌大陆的赫赫人物 又岂会向夜星辰这个晚辈道歉 那简直是耻辱 婆娑王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耻辱 更何况 他不认为夜星辰能够奈何的了他 一来夜星辰现在还没有实力威胁到他 二来他是北方神国的圣人王 北方神国有真神兵和真神极正法 即便将来夜星辰超越了他 难道还敢来北方神国杀他 前辈 您也听到了 夜舞文言 笑着看向北方神皇 其实他也不想跟婆娑王化解仇恨 婆娑王这么说 正好符合他的心意 否则 有神佛在中间他还真不好跟北方神皇闹僵 北方神皇皱起眉头 他能够看出夜星辰的强大潜力 若无必要他不想得罪夜星辰 陛下您不必为难 这是我跟这小子的仇怨 我自己会动手解决 婆娑王说吧 直接一掌拍向夜舞 空猛龙巨大的掌印覆盖天穷 将空间一寸寸粉碎 浩大的威士携带着惊天之力 笼罩住了夜舞 夜舞周围观战的人 全都齐齐后退 远离夜舞 幻界 看着不远处的婆娑王 和即将落下来的掌印 夜舞冷哼一声 瞬间降临幻界 下一刻 婆娑王就感觉自己的实力被削弱了五成 他脸色一变 但却继续杀向夜舞 终极见到 夜舞以身化剑 人剑合一 刺穿婆娑王的掌印 朝着婆娑王斩去 那赤裂的剑芒 横贯虚空 像似一道神红 贯穿宇宙星空 天赋再高 紧紧古圣初期 依旧是一只蝼蚁 婆娑王冷笑一声 双手掐动印绝 打出一片璀璨的神光 将夜舞轰得吐血而飞 夜舞擦掉嘴角的血液 冷冷盯着婆娑王 我这剧分身有点弱 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 你想要杀我 还差得远 远处 观战的众人纷纷骇然 虽然夜舞被婆娑王打得吐血 但是众人刚才也都听到了 眼前这个只是夜星辰的分身 而且还是最差的分身 一个最差的分身 都能跟婆娑王这种圣人 王中期的强者交手 那么夜星辰的本尊该有多强 九大巨头也都沉默了 看向夜星辰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忌惮 他们知道 此次将来恐怕比问天王的威胁更大 饺子 你这句分身是差了一点 这个送给你 就在此时 问天王忽然朝着夜舞 甩出一颗能量球 夜舞一把抓在手中 顿时知道这是一名古圣巅峰级别的能量 心中一喜顿时谢道多谢前辈了 呵呵 这老妖婆当年我就看她不爽 你替我好好教训她 问天王笑着说道 远处的婆娑王脸色阴沉无比 但他也知道问天王实力强大 不敢得罪 只好把怒气发现在夜舞身上 去死吧 婆娑王寄出自己的圣兵王 朝着夜舞杀来 夜舞当然不会跟他硬拼 他一边用幻界压制婆娑王 一边迅速躲开 将手中的能量球也扔进嘴里炼化 不一会儿 夜舞便炼化了这颗能量球 将修为从古圣初期提升到了古圣巅峰 空 达到古圣巅峰之后 夜舞的实力已经堪比圣人王初期 虽然依旧不如婆娑王 但是有幻界的帮助 他已经能够跟婆娑王硬碰硬 这步 双方一击之下 夜舞只是被击退 但却一点伤势都没有 老妖婆 就这点实力 还想杀我 你做梦吧 夜舞得意的笑道 婆娑王脸色无比难看 心中更是惊骇欲绝 之前他听问天王说起那种分身术 虽然感到恐怖 但也只是感受而已 此刻 他亲眼目睹了夜星辰的这具分身迅速提升实力 心中才真正惊惧了 可以想象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 夜星辰本尊的修为就会不断的进步 超越他简直轻而易举 如此妙述 真是恐怖 远处观战的九大巨头 也都是瞳孔一缩 满脸震惊 问天王说再多 都没有他们亲眼目睹来的震撼 不光是九大巨头震惊 远处观战的其他人 也都震惊无比 夜兄真是妖孽啊 有此数 再加上夜兄的天赋 恐怕将来会是第二个问天王 侯远武一连感叹道 旁边的战胜则是一脸的心有余悸 幸亏后来他选择站在夜星辰这边 否则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啊 真是不敢想象啊 当初一个小辈 居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太不可思议了 中央神国的方向 竹龙古圣一脸唏嘘 旁边的雷鸣古圣乐呵呵道 我早就看出夜教主不同反响 竹龙古圣撇了撇嘴 这家伙当初和夜星辰合作过 双方有点交情 这下得意了 还有一旁的飞鹤古圣 当初多次帮助夜星辰 有这段缘分 以后谁还敢得罪飞鹤古圣 竹龙古圣后悔死了 早知道当初夜星辰对付人须古圣 自己也跑去帮忙啊 哼 就在此时 一股至强的气息冲天而起 众人顿时将目光 从婆娑王和义武的战斗中收回 转头看向了问天王那边 原来是东方神皇向问天王出手了 诸位 该我们出手了 东方神皇大和一声 寄出自己的圣兵王 朝着问天王轰击过去 呵呵 终于忍不住了吗 问天王冷笑一声 寄出手中的石王天宫 这十座宫殿早已经合为一体 成为一座金色的天宫 轰猛龙 两件强大的兵器相撞 东方神皇的圣兵王直接被问天王的金色天宫撞飞 准真神兵 其他巨头顿时脸色大变 第1703章准真神 持王天宫的强大威力 令得九大巨头奇奇色变 这是准真神兵 他已经成就准真神了 我等快联手 卷王大和一声 也寄出自己的圣兵王 联手东方神皇杀相问天王 其他巨头迟疑了一下 但随即也毫不犹豫地寄出圣兵王 杀相问天王 他们都知道 这一战 无可避免 毕竟 他们和问天王和石王天宫的仇恨太深了 双方都没有化解的可能 杀 恐怖的能量在沸腾 在激荡 几乎把整个混乱之地都给先飞了 一道道志强的气息在碰撞 虚空扭曲崩溃 无数空间碎片射向四面八方 混乱之地被瞬间击溃了 远处观战的众人纷纷后退 远离混乱之地 一些来不及退走的人 直接被那一股股志强的气机灭杀 老妖婆 改日再战 夜五一击撤退 远离婆娑王 哼 婆娑王冷哼一声 也没有继续追击 因为他没把握击杀夜五 更何况 夜五只是分身 杀了也对夜星辰没用 只是他不知道 这句分身现在对夜星辰已经很重要了 因为这句分身已经是古圣巅峰了 自此 夜星辰的九大分身 便都达到了古圣巅峰 等回去后 本尊就可以晋升圣人王初七了 夜五心中激动 这次来观战 真是没白来 不过 他也明白 问天王送他一颗能量球 也是希望他不要站在九大巨头那边 夜五当然不会站在九大巨头那边 反正他们怎么打 跟自己没关系 还是坐着看戏为妙 夜五不由得隐藏在虚空之中 看着远处的惊天战斗 太恐怖了 夜五敢发誓 这绝对是他看过的最恐怖的战斗了 无论是问天王 还是九大巨头都是站在混沌大陆的最巅峰 不是巅峰 是最巅峰 这十个人绝对是混沌大陆最强大的十个人 没有之一 天穷上 九剑圣兵王围着问天王的准真神兵石王天宫轰击不断 打得天崩地裂 虚空粉碎 而在地面上 大地早已经倾覆 九大巨头皆是发动几招 耀眼夺目的光芒 将问天王给淹没了 再打下去 整个混沌大陆都要崩溃了 问天王发出一声长笑 整个人一飞冲天 鸡射向苍穹 离开了混沌大陆 九大巨头也没有阻拦 纷纷追上去了 的确 以他们的实力 如果再打下去 整个混沌大陆都要毁灭 事实上 仅仅片刻之间 这片巨大的混乱之地便已经化为一片废墟了 秋休 在九大巨头和问天王离开的时候 远处一群观战的人 也都朝着天外赶去 这样精彩的战斗 谁愿意错过 当然 赶去天外观战的人 至少都是圣人级别 唯有圣人的实力 连九大巨头和问天王的外放的契机都无法抵御 业武当然也去观战了 他混在人群之中 遥遥望着九大巨头和问天王交战的那片虚空 那是一片破碎且混乱的空间 周围无数星球都在爆炸 数不清的星辰碎片射向四面八方 在黑暗的星空里划过闪亮的火光 让冰冷的宇宙都沸腾起来了 至于九大巨头和问天王的身影 早已经被耀眼的光芒所遮掩 在破碎的空间里面激战 周围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正常 有时候时间倒流 有时候时间加速 空间不时地凝固一下 但又很快崩溃 一条条浩瀚的天道 在宇宙虚空之中肆虐和碰撞 引得宇宙大道都在轰鸣震颤 这样的战斗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各所以然来 只有古圣以上的强者 才能够勉强跟得上 夜武这句分身已经达到了古圣巅峰 自然可以看得清楚 不过 他所看的结果 让他非常震撼 因为问天王太强了 他一个人对战九大巨头 居然有压倒性的趋势 九大巨头多次联手组成战阵 但都被问天王给击溃了 而且九大巨头都有已经负伤了 这才多久啊 虽然九大巨头受伤很轻 但是 这么短的时间内 问天王就击伤了九大巨头 其实立可想而知 准真神和圣人王巅峰的差距这么大 夜武心中震动不已 他第一次感受到准真神的恐怖实力 不光夜武震撼 混沌大陆的其他古上也都震撼不已 问天王竟然这么强 连九大巨头都不是其对手 混沌大陆这是要变天了吗 不 九大势力还有真神兵没有出动 问天王也在警惕九大巨头出动真神兵 所以他每次击伤九大巨头 都没有成胜追击 对他来说 真神兵才是最大的威胁 不过 他们激斗了许久 九大巨头皆是没有出动真神兵 问天王心中也有些疑惑 忽然他目光一闪大笑道 原来你们没带真神兵 只是来试探我的实力 他猜到了 这些人没有携带真神兵 这也很正常 九大势力本来就不会轻易出动真神兵 毕竟这是战略性武器 用来威慑敌人最好 一旦拿出来 出了什么事情 那就糟了 而有真神兵和真神极阵法的九大势力 本身就立于不败之地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是不愿意出动真神兵的 诸位 没有真神兵 我等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东方神皇传音给其他去投道 北方神皇点了点头 传音道 准真神的实力超过我们的预料 现在唯有使用真神兵 才能斩杀此人 我提议使用真神兵 否则留着此人 我等除非归缩在真神极阵法内 否则谁单独对上他 都只有死路一条 暗电店主陈生说道 其他巨头文言 皆是点了点头 问天王的实力太强大了 他们单独对上 的确是死路一条 而问天王和他们的仇恨太深了 他们设计灭掉了十王天宫 对方不可能不报仇 也就是说 曾经以后 他们除非躲在真神极阵法内 否则一旦出来 就有可能会被问天王灭杀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谁也不想过 不过瞬间 九大巨头便商议好了 全部使用真神兵 联手击杀问天王 第1704章一盘散杀 九大巨头中的雪王 暗电店主 东方神皇 北方神皇都同意使用真神兵 中央神皇 南方神皇 是冤神教教主 隐天神教 西方神皇考虑片刻 也都同意了 下一秒钟 九大巨头 齐齐低声吟唱 召唤真神兵 顿时 混沌大陆上 一座座雄伟的城池中 突然爆发出一道道 刺眼夺目的神光 这些神光贯穿苍穹 粉碎虚空 摇摇射向宇宙中的九大巨头 瞬间 九大巨头的面前 便各自出现了一件兵器 散发着恐怖的威能 令得远处观战的众多圣人们都是心中一颤 在场的圣人们 几乎同时感受到自己领悟的天道在颤抖 仿佛即将溃散了一样 一些圣人们 顿时下的远离此地 真神兵 毫无疑问 这些便是真神兵 也是混沌大陆为久的真神兵 问天王也是瞳孔一缩 看向九大巨头面前的真神兵 眼中充满了忌惮之色 真神兵 到了他现在这个境界 也只有真神兵和真神极震法 才是他忌惮的对象 而真神极震法无法移动 所以真神兵 才是对他威胁最大的一个 问天王 你的死期到了 从来都没有人可以挑衅我们九大势力 九大势力存在这么多年 早已经形成平衡 棍盾大陆的资源就这么多 我们绝对不允许新的超级势力诞生 九大巨头拿着真神兵 其实顿时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眼中和脸上 皆是充满了自信 准真神又如何 只要有真神兵在手 他们便无惧一切 问天王要逃了 远处观战的业武健壮 立马就猜到了结果 问天王再强大 对上一个手拿真神兵的巨头还行 但是一亿敌酒 那就不用想了 当然 问天王毕竟是准真神 他想要逃走的话 未必没有那个能力 不过 这一战也让业武看到了这些人的实力 让他对混沌大陆更加了解了 就算我拥有圣人王巅峰的战力 对上这些人也依旧危险 业武暗暗警惕 他一直以为拥有圣人王的战力 就能自保 但是建国面前的这十个人之后 他才明白 就算他有圣人王巅峰的战力 遇到他们也有生命危险 除非等他的肉身达到圣人王层次 届时 他的力量会发生质变 那时候 他才能拥有与这些巨头抗衡的本钱 就在此时 忽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业武的心中 业小友 我们合作一次怎么样 这是问天王的声音 业武顿时瞪大眼睛 看向远处的问天王 但是问天王根本没有看业武一眼 只是 在业武的心中 依旧想起了问天王的声音 业小友 我给你一句圣人王初期的妖魔俘虏 你待会儿帮我用幻界削弱南方神皇如何 你要对付南方神皇 业武文言有些心惊 但随即又疑惑起来 现在怎么看 问天王都是必败无疑 他不赶紧逃走 居然还想着对付南方神皇 就算问天王真的击败了南方神皇 难道他还能将其击杀吗 当周围的其他巨头是傻子吗 业小友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只要告诉我 是否愿意合作 我想 以你的实力 现在想要俘虏圣人王初期的高手 也不容易吧 问天王继续传音道 业武眼中光芒闪动 一句圣人王初期的妖魔俘虏 这个价钱的确让他很心动 不过 一旦他对南方神皇出手 那就彻底与南方神国结仇了 他已经和血衣神教士死敌 若是再多上一个南方神国 那危机就更大了 但如果能够提升实力 业武心中犹豫着 现在想要在混沌大陆找到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无异于南于登天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绝技了 而想要击杀九大势力的圣人王 难度也非常大 而且还会得罪九大势力 至于散修中的圣人王 非常稀少 一个个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如果错过了这次 他想要得到圣人王级别的俘虏 那就只能看机缘了 讲到这里 叶武咬了咬牙 目光坚定地传音道 我要九具圣人王初期的妖魔俘虏 哈哈哈哈 叶小友 你未免也太贪心了吧 问天王痴笑一声 叶武沉默不语 他这是纯属于狮子大张口 坐等对方还价 问天王显然也明白叶武的意思 他沉吟了片刻 这才传音道 这样吧 我给你三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俘虏 外家活着的时光王 如何 叶武一瞪眼 有些不可思议地盯着远处地问天王 问道 你没杀时光王 这消息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还以为时光王已经死了呢 没杀 一个圣人王初期而已 对我的帮助已经不大了 杀不杀都无所谓 问天王笑道 当然 之所以选择不杀时光王 也是当初他看到时光王和叶星辰有点交情 问天王知道自己很可能会需要叶星辰的幻界帮忙 所以就留下了时光王一命 关键时刻利用一下 这不 现在就利用到了 好 我答应你 叶武果然同意了 三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俘虏 再加上一个活着的时光王 这个价钱的确不低了 反正又不需要他出手的 他最多是后遭受到南方神国的报复 不过 他已经不去了 空 就在叶武和问天王交易完毕的时候 远处的九大巨头已经操控着真神兵朝着问天王杀来了 而问天王也寄出自己的准真神兵石王天公 朝着九大巨头中的南方神皇杀去 一武健壮不由得摇头 他觉得有其他巨头在 问天王根本杀不死南方神皇 甚至拥有真神兵的南方神国 根本就不是问天王一个人能够杀死的 不过 碍于交易规则 叶武还是第一时间降临幻界 将南方神皇猛罩 至于其他巨头 他就没有针对了 否则真要得罪了九大巨头 那他就死定了 他可不是问天王 没资格以一滴酒 可是 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叶武目瞪口呆 因为九大巨头中的雪王 还有东方神皇 暗殿殿主 以及北方神皇 竟然齐齐调转真神兵 朝着南方神国杀去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叶武甚至看到了南方神皇恐惧和不敢置信的目光 第1705章倒霉的神皇 你们想干什么 不 南方神皇惊颤的声音响彻宇宙星空 卷王 东方神皇 北方神皇和暗殿殿主 这四个同伴 居然反过来对他出手了 南方神皇虽然也警惕其他人 第一时间就操控着自己的真神兵 护助自己 但是他没想到会有四个巨头攻击他 一对四 就算他提前有准备防御 也无法抗衡 次见真神兵 几乎瞬间就撕裂了南方神皇的防御 并且将他的真神兵给禁锢住了 而问天王随后的一击 则将南方神皇重创 次大巨头 也骑其杀向南方神皇 这是决心要杀死南方神皇 毕竟 他们对南方神皇出手 也已经得罪了南方神皇 当然要将其杀死 不然等着以后遭受到南方神皇的报复吗 你们 南方神皇气得眼睛赤红 他没想到这些人居然跟问天王串通好了 竟然要杀他 暴凶 救我南方神皇急了 向不远处的中央神皇 西方神皇等人求救 中央神皇大喝道 拦住他们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到西方神皇是冤神教教主 引天神教教主三人逃走了 那逃跑的速度较一个快 几乎是在眨眼之间 几乎是在雪王他们刚对南方神皇出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准备好逃走了 一点也没有犹豫 一点也没有迟疑 那逃跑的速度 简直不知道演练了多少遍 一盘散沙 终究是一盘散沙啊 中央神皇悲愤一叹 转身就逃 身后 只留下南方神皇 几乎的吼声 想要我死 你们给我一起垫背吧 南方神皇选择了自暴 一位圣人王巅峰强者的自暴 威能非常的恐怖 卷王 东方神皇 暗殿殿主 还有北方神皇四人 纷纷远离此地 不敢承受南方神皇自暴的威能 不过 他们的真神兵 依旧禁锢着南方神皇的真神兵 防止被其逃走 但是 面对南方神皇的恐怖自暴 问天王却独自一人冲了进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件真神兵 我问天王笑纳了 哈哈哈哈 问天王硬生生承受着南方神皇的自暴威能 他浑身是血 拖着残躯 一把抓住了被禁锢的南方神皇的真神兵 他的血液顿时涌现在这件真神兵上 帮助他炼化这件真神兵 不远处 血王 东方神皇 北方神皇和暗殿殿主四人则远远站着 并没有过来攻击问天王 简然 他们早已经串通好了 我的天啊 咱们混沌大陆 这下真的要变天了 南方神皇完了 远处观战的众圣 全都沉浸在震撼之中 眼前发生的一幕 他们之前谁也没有料到 当年联手灭掉狮王天宫的九大势力 竟然不再联手对付问天王 反而联手问天王击杀了南方神皇 这无数岁月以来 还是第一次有圣人王巅峰级别的强者陨落 也是第一次有神国的神皇陨落 更可怕的是 南方神国的祖传真神兵居然一手了 还是被问天王给夺取了 远有了真神兵 南方神国注定会没落 无法再继续称霸混沌大陆 而拥有真神兵的问天王 谁还是其对手 一个超级势力即将落幕 一个新的超级势力诞生了 不远处 战胜一脸感叹地说道 旁边的侯远武 满脸目瞪口呆 中央神皇说的没错 这群家伙看起来强横 但都是一盘散沙啊 虚空之中 叶武看着远处的问天王 也是一脸感慨之色 一个神皇 还是手持真神兵的神皇 居然这么容易便陨落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 刚才但凡有中央神皇 西方神皇 是冤神教教主 引天神教教主出手救援 南方神皇就不可能会陨落 问天王也无法夺取他的真神兵 但是他们不敢 他们害怕 不错 这四个巨头害怕了 因为雪王四人的反水 也同样出乎他们的预料 所以他们四个人 很难在彼此信任彼此 毕竟 谁知道还有几个人 是跟问天王串通好了 九大事立本就是一盘散沙 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内部甚至有仇怨 所以 他们之间的信任很薄弱 一旦被打破 就无法弥补 面对南方神皇的陨落 西方神皇 是冤神教教主 他们根本不敢援手 他们很担心自己 会步上南方神皇的后尘 所以出事之后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 他们得逃走 只有逃走 才能保住真神兵 而只要保住了真神兵 他们所在的势力 才能无惧一切 这也不怪他们自私 因为真神兵的重要性 超过了他们的生命 以前 他们轻易不动用真神兵 害怕的便是出现 这也的情况 但是今天终究是出现了 而南方神皇 便是这个倒霉的人 问天王 别忘了你说过的话 你可是对混沌大道 发过誓的 远处 雪王冷冷地盯着问天王 众人一听 顿时明白 雪王他们原来早就跟问天王有了交易 至于交易是什么 众人有些好奇 不过 叶武却猜到了 能够让他们四个出手帮助问天王 除非是九转和一绝了 叶武低声说道 果然 问天王炼化了手中的真神兵之后 便拿出四个光团 朝着雪王四人抛去 记得你们的誓言 不许外泄这门功法 否则混沌大陆必然会给予你们惩罚 问天王冷冷说道 用不着你来提醒 却王冷哼道 随即将光团吸收 眼睛顿时一亮 满脸喜色 简然 九转和一绝的强大 让他非常高兴 旁边的东方神皇 北方神皇 还有暗殿店主 也都同样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下一刻 四人转身离去 消失在宇宙星空之中 问天王则撕裂虚空 一步来到夜五面前 夜小友 这是你的 问天王大手一挥 三个被封印的妖魔圣人王 便出现在夜五的面前 此外 时光王也被问天王放了出来 夜五收起三个被封印的妖魔圣人王 看着面前的问天王 一脸敬佩道 前辈翻云覆雨 让晚辈十分敬佩 第1706章收两王 夜五是真的很敬佩问天王 原本被围攻 那么危险的场面 居然被问天王反杀了南方神皇 这翻云覆雨的手段 实在太厉害了 呵呵 都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 原本就不是一个阵营的 又岂能对我造成威胁 问天王微微一笑 对那九大巨头很是不屑 夜五好奇问道 前辈 虽然这次你赢了 但你也传给了他们九转和一绝 这样好吗 问天王吃笑一声 道 这门功法已经被你得到了 已经不是秘密了 那价值就大不如钱了 更何况 用他来换一件真神兵 非常划算 明白了 夜五理解地点了点头 如果九转和一绝没有泄露出去 那问天王自然不会这么做 毕竟这门功法会让 十王天宫变得更加强大 但是如今 夜星辰已经知道这门功法了 并且还能传给其他人 那这门功法的价值 就大大降低了 毕竟 你不传出 人家夜星辰也会传出去 所以 用价值降低的九转和一绝 来换一件真神兵 那简直太划算了 毕竟 已问天王的实力 一旦得到了一件真神兵 实力便一跃成为混沌大陆第一人 而且 有了真神兵的十王天宫 以后就能和其他超级势力一样 能够永恒不衰了 前辈 我有些好奇 你为何选中雪王他们 夜五继续问道 他和雪王是仇敌 所以看到雪王也得到了九转和一绝 心中有些不爽 也有些担心 可惜 这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哈哈 既然是交易 当然要选择稳妥一点的交易 问天王文言笑着说道 东方神皇和北方神皇也心很大 雪王和暗电电主又足够卑鄙无耻 他们绝对抵挡不住九转和一绝的诱惑 至于其他几位 我就不敢保证了 所以选择他们更稳妥一些 夜五文言一脸苦笑 的确 以雪王的卑鄙 的确抵挡不住九转和一绝的诱惑 好了 夜小友 我先走了 希望我们下一次还能继续合作 问天王说吧 踏空而去 夜五看着问天王消失的方向 心中很是忌惮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和此人为敌 这个人 无论是实力 还是谋略 都非常恐怖 夜教主 这次多谢你出手相救 否则我恐怕就真的要陨落了 旁边 时光王带得问天王离开后 这才恭敬朝着夜五行了一礼 满脸感激到 问天王已经道诉他关于和夜五的交易 所以时光王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前辈客气了 你之前的时间加速大震对我帮助很大 我就你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夜五摆了摆手 摇头道 时光王严肃道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如果夜教主还看得起在下 我愿意加入补天教 夜五文言一愣 似乎没想到时光王会加入补天教 不过 他一想也就明白了 救命之恩大如天 时光王不想欠他人情 前辈若是愿意加入我们补天教 晚辈自然是非常欢迎 不过前辈是中央神国的客亲 可以随意离开吗 前辈恐怕还不知道 晚辈已经带着补天教脱离中央神国了 夜五看着时光王说道 时光王一愣 似乎没想到夜五已经独立出中央神国了 不过 他还是点头道 没关系 我只是客亲 我想要离开 随时可以 而且这些年我为中央神国立下汉马功劳 也不欠他们什么 既然如此 那还请前辈跟我一起去补天教吧 夜五顿时高兴道 时光王好歹是圣人王初期的强者 而且论实力 都接近圣人王中期了 更何况 时光王精通时间一到 以后说不定还能帮助他提高时间加速大阵的效率 试问 夜五如何不喜 对了 前辈 我已经告知灵狐王你的死讯 你最好赶紧联系一下灵狐王 路上 夜五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对时光王说道 时光王闻言 一脸笑容的说道 我刚才已经联系过灵狐王了 他也答应跟我一起加入补天教 哦 那真是太好了 夜五听到灵狐王也愿意加入补天教 顿时更加高兴了 这一下子 他们补天教就多了两位圣人王级别的高手 而且灵狐王跟时光王一样 都是接近圣人王中期的强者 两人的实力可不弱 不过 很快 夜五就发现时光王的话语不对 他转头看向时光王 发现时光王脸上的笑容很盛 心中略微一响 顿时笑着恭喜道 看来前辈跟灵狐王的心结已经化解了 恭喜了 也对 灵狐王既然愿意跟时光王一起加入补天教 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恢复了 这一对苦名鸳鸯 总算是修行圆满了 呵呵呵 时光王闻言笑了笑 随即一脸感慨道 这一番生死经历 我看透了 灵狐王也看透了 以前过去的 便让他过去吧 夜五顿时明白 这两位已经放下心中的仇恨 毕竟 他们孩子的丑 都已经爆了 圣虚 夜五和时光王 还有灵狐王进入圣虚后不久 便看到了一座雄伟的城池 正助力在圣虚的中央 散发着浑厚的气势 他们建成的速度倒是很快 不过 这阵法还没有布置好 夜五目光一扫 就知道补天教的补天城已经建好了 只是五毛鸡还在布置阵法 估计需要不少时间 夜五 三道身影 从远处击射而来 时光王和灵狐王顿时感受到三股强大的气息 让他们满脸警惕 不过 当他们看清楚面前的三人后 顿时目瞪口呆 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正是夜一 夜三和夜四 这是那个分身 教主的分身都这么厉害吗 时光王一脸感慨 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旁边的灵狐王也非常震撼 直到时光王跟他解释后 他才明白了一切 夜五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觉动静有点大 夜一看向夜五问道 夜五苦笑道 十大巨头战斗 连真神兵都出动了 动静能不大吗 说吧 他将自己的信息跟面前的几个分身互相交换了一下 夜一等人顿时明白外面发生了什么 皆是一脸震撼之色 第1707章来使 两位前辈 先师陪一下 虚空 你来接待一下两位前辈 夜一让虚空雷神来招待一下时光王和灵狐王 然后就带着其他三具分身 前往夜星辰的闭关之地 夜星辰本尊闭关的地方 依旧是补天教的和心 像天煞孤星 还有无毛鸡他们的本尊都在这里 包括紫雪公主 九幽神子这些夜星辰的好友 因为修炼了九转和一绝 他们的本尊也都留在此地 因为有夜星辰本尊在这里 此地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此刻 亦以叫醒闭关的夜星辰本尊 将无毛鸡 天煞孤星等人也叫来了 一群人 依照目前混沌大陆的局势 互相商议着 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太大了 连南方神皇都死了 南方神国也丢掉了真神兵 彻底改变了混沌大陆的局势 他们不得不做好应对 战争要开始了 天煞孤星审声道 这次南方神国丢掉了真神兵 又死了一位神皇 他们已经保不住神国霸主的地位 恐怕很快就要被其他的神教和神国瓜分 尤其是十王天公 现如今 问天王实力最强 他想要重现十王天公顶圣时期 就需要地盘 那么南方神国就是他最好的选择 无毛鸡文言疑惑道 这和我们补天教没有关系吧 我们没有真神兵 又得罪了血衣神教 现在只能待在圣须里面潜伏 他们外面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关我们什么事 天煞孤星苦笑道 如果死的不是南方神皇 那当然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你们别忘了 咱们这个圣须 可是属于南方神国境内 如果 尸王天公统治了南方神国 那我们补天教以后还怎么发展 居空雷神眼睛一亮 连忙说道 我明白前辈的意思了 您是想我们补天教出兵 先打下圣须附近的地盘 天煞孤星笑道 不错 我们补天教总不能一直待在圣须吧 而我们又不能回中央神国了 那要去哪里 现在 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当然要打下一些地盘 参与这次瓜分南方神国的行动 乌毛基迟疑道 我们 行吗 要知道 我们的对手是石王天公 还有其他的神教和神国 天煞孤星闻言 不由得看向叶星辰本尊 行不行 还得问叶小子 乌毛基 虚空雷神他们不由得看向叶星辰 叶星辰笑着说道 戴得一百多年后 我肉身寄生圣人王层次 便不拒一切 所以 这地盘 可以先打下来 哈哈 你小子有信心就好 乌毛基听到叶星辰的话语 顿时彻底放心了 虚空雷神也笑道 一百多年弹指及过 看来到了我们补天教崛起的时候了 天煞孤星笑着说道 石王天公初见 他们吃不下整个南方神国 而你和问天王的关系不错 完全可以和他结盟 联手瓜分南方神国 吃下圣须周围的这一片区域 叶星辰点了点头 接下来 几人继续商议 要夺下圣须周围多大的面积 毕竟 这面积不能太大 太大了 会引人眼红 招来强大的敌人 太小了 则不利于补天教以后的发展 至于叶一 叶三和叶四三人 继续守卫初见的补天城 而叶五则离开圣须 前往生命禁区 准备教会叶星辰其他的分身 因为叶星辰的九大分身 都已经达到古圣巅峰 是时候融合九大分身 寄生圣人王境界了 要知道 他这次还从问天王那里 得到了三个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等他晋升圣人王后 就能炼制出三个圣人王境界的分身了 届时 他分身的战力就更强了 正须 补天城 乌毛基的一句分身 正和时光王在激烈地讨论着 布置着补天城的大阵 乌毛基的阵法天赋虽然很高 再加上叶星辰当年从混沌秘境 带回来的真神级阵法 令得乌毛基的阵法修为暴涨 但是 时光王修炼了无数岁月 又有时间加速大阵帮助 他研修阵法的时间 比乌毛基就多得多了 所以 时光王的阵法修为 一点也不比乌毛基逊色 甚至更强一些 以至于这两人一台上阵法 就一见如故 完全沉浸在阵法的海洋之中 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就连旁边的灵狐王 都是一脸无奈 这下有时光王相助 我们补天成的阵法就更强了 驱空雷神笑着说道 叶宜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这段时间多派遣一些分身出去打探消息 务必了解外面的一切动向 放心吧 我 杂毛基 还有小五 以及天煞姑星前辈 我们四人的几十个分身都派出去了 足以了解外界的一切信息 随时可以传递回来 驱空雷神说道 叶宜点了点头 蓝方神皇这一死 还丢掉了真神兵 外面肯定要发生大战了 不过 让叶宜没想到的是 他没等到外面的大战 反而等来了中央神国的使者 而且 这位中央神国的使者 还是一位熟人 那便是赫赫有名的宇宙王 奥环宇 叶教主 好久不见 奥环宇对叶宜笑道 他非常低调 显然是悄悄赶来的 叶宜看着一身黑袍 低调无比的奥环宇 不由得好奇道 宇宙王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宇宙王的时候 这家伙可是霸气无双 哪像现在这么低调 奥环宇文言一脸苦笑道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 问天王那家伙正在猎杀南方神国的圣人王 这里又是南方神国的境内 我当然要低调一些 看来石王天宫果然要侵略南方神国 一心中一动 随即疑惑道 既然如此 宇宙王为何冒险来此 奥环宇面色肃然 审声道 叶教主 你们补天教和我们中央神国也算是有一段缘分 当初我们双方相处的也很愉快 我这次来 是代表中央神国 希望能够和你们补天教结盟 是真正的盟友 而不是那种口上随便说说的 我们双方可以向混沌大道发誓 一眼中光芒一闪 随即一脸戏念的说道 宇宙王 我看你来此的目的是为了九转和一绝吧 奥环宇顿时一脸尴尬之色 第1708章交易 如今混沌大陆的局势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还活着的九大巨头之中 已问天王这位手持真神兵的准真神最强 不过 雪王 东方神皇 暗殿殿主 还有北方神皇四人 也已经从问天王那里得到了九转和一绝 以他们门内的底蕴 未必不能寄生到准真神境界 再不寄也能够弄出几个圣人王巅峰级别的分身出来 这就使得他们所在的势力战力大增 相反 中央神皇 西方神皇 是冤神教教主 尹天神教教主等人 则没有九转和一绝 他们的实力自然会叙色于问天王他们 因此 亦一判断 这次中央神皇派浅奥环宇过来 恐怕就是为了九转和一绝 果然是什么都瞒不过叶教主 被叶一看穿来意 奥环宇略微有些尴尬 随即苦笑道 不错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九转和一绝 叶教主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 九转和一绝这门分身功法太逆天了 不说可以让中央神皇 有可能达到准真神境界 再不寄也能够增加几个圣人王巅峰级别的分身 是问他们怎么能够放弃 圣人王巅峰级别的强者 已经站在混沌大陆的最巅峰 无论哪个势力 只要多出一位圣人王巅峰级别的强者 那都能提升许多实力 中央神国可不希望自己落后于血衣神交他们 什么条件都可以吗 叶以文言 一脸戏虐的看向对面的奥环宇 奥环宇一愣 随即善善道 真神兵当然除外 而且也得我们中央神国付得起啊 叶以微微一笑 随即沉吟片刻 看向奥环宇缓缓说道 我能够有今天 的确受到你们中央神国的帮助 所以这次交易 我可以答应 多谢叶教主 望环宇文言 顿时脸色一喜 心中狠狠松了口气 千别谢得太早了 我的条件可不低 叶以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之前你们也看到了 问天王传给血王他们四人一人一份九转和一绝 而他们则帮助问天王夺得一件真神兵 所以我可以理解 一件真神兵的价值 相当于四份九转和一绝 宇宙王认为如何 望环宇沉吟道 四份九转和一绝 只要能量足够 就能创造四个准真神 而每个准真神 还能炼制出九具准真神级别的分身 那就是三十六个准真神 这价值的确堪比真神兵了 叶以笑着说道 所以 中央神皇想要九转和一绝的话 那就给我相当于四分之一价值的宝物吧 望环宇文言苦笑道 追神兵的价值不好衡量啊 这样吧 我开个价 叶教主看看合不合适 如何 叶一点了点头 说道 可以 不过你只有两次开价的机会 如果两次我都不满意 那这次交易便作罢 望环宇满脸苦涩 眼前这个小家伙太精明了 只给他两次出价的机会 他如果两次都出的太低 那交易就无法达成 这时再逼他出高价前 微微叹了口气 望环宇审声道 这件事情我恐怕无法做主了 得让那家伙亲自来跟你谈了 望环宇说吧 伸出手掌 一颗白色的水晶球顿时出现在他的掌心 逐渐浮现赤裂的光芒 随着光芒的凝聚 一道伟岸的身影 逐渐在玉宇眼前浮现 正是中央神皇 当然 玉宇知道面前这个 只是中央神皇的分身 不过他还是微微恭身行礼 晚辈见过陛下 中央神皇看着叶一 微微笑道 玉教主不必客气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中央神国的客亲 而是一教之主 地位不在我之下 你我平辈相交即可 虽然叶星辰现在还只是一个古圣 但是中央神皇一点都不敢小觑眼前这个年轻人 因为修炼了九转和一绝的叶星辰 谁也无法预料他的未来究竟有多强 陛下过奖了 晚辈哪能跟陛下您平起平坐 叶一谦虚道 这时 旁边 奥环与传音将之前和叶一谈话的内容 告诉了中央神皇 中央神皇微微沉吟片刻 随即看向叶一缓缓说道 叶教主 我知道你现在急需要提升实力 那我便给你圣人王初期妖魔九个 圣人王中期的妖魔九个 圣人王后期的妖魔三个 如何 叶一文言瞪大眼睛 他没想到中央神皇出价这么高 有些愣愣道 陛下 您出的价格也太高了吧 中央神皇微微笑道 我知道你会让我发誓 不允许将九转和一绝泄露出去 所以我要三份九转和一绝 如何 叶一摇头道 我最多给你两份 中央神皇摇头道 给我三份 我再加上三件圣兵王 都是剑类的圣兵王 叶一眼眸一缩 他承认 他心动了 无奈的看了中央神皇一眼 叶一苦笑道 好吧 陛下 你太好了 我甘拜下风 说吧 叶一当场刻印出三份九转和一绝 并且设下禁制 只有发誓不允许外泄功法 才能开启 随后 叶一就将这三份九转和一绝 交给了中央神皇 而中央神皇也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 将其交给叶一 叶一接过空间戒指 心灵力量王里面一扫 顿时看到了里面有被封印的九个圣人王中期的妖魔 还有九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以及三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外加上三件剑类的圣兵王 真是一笔大宝藏啊 一心中感慨 抬头看向对面的中央神皇 微微好奇道 陛下 我很好奇 您怎么会有这么多封印的妖魔 要知道 现在的混沌大陆 连古圣级别的妖魔都不好找 您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而且还将他们给封印了 这难度很大啊 中央神皇和奥环宇对视一眼 两人皆是露出了笑容 中央神皇笑着对叶毅说道 现在的混沌大陆虽然妖魔稀少 但在混沌大陆早期 那可是妖魔遍地 是我们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的先祖 在成就真神后 将这些妖魔依扫而光的 先祖们是真神 击败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将其封印 自然很简单 第1709章继续脉 听了中央神皇的话语 叶毅心忠义领 早期的混沌大陆 居然有许多妖魔 而这些妖魔 还有很多被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的先祖给俘虏了 这就表明 不光是中央神国一家有这么多妖魔俘虏 血依神教内的妖魔俘虏肯定也不少 血王那家伙已经修炼了九转和一绝 那岂不是很快就能达到准真神境界了 叶毅不由德皱起眉头 圣人王巅峰级别的血王 等他本尊出关之后 他还不拒 但如果是准真神级别的血王 那他就要担心了 叶教主 我们先告辞了 以后 希望我们中央神国和你们补天教的友谊长存 中央神皇和奥环宇得到了九转和一绝 很快就告辞了 只有叶毅蒸蒸的坐在那里 皱起眉头 心中忧虑 准真神的强大 他可是亲眼目睹了 问天王当初赤手空拳 都能力压上人王巅峰的九大巨头联手之威 拿到了真神兵的问天王 更是号称混沌大陆第一人 如果血王也成就了准真神 他也有真神兵 实力绝对不会比问天王逊色 甚至更强一些都有可能 毕竟 问天王说到底也只是散修 他的修炼功法除了九转和一绝外 恐怕还不如血王 毕竟 血王传承至真神 他修炼的功法 跟他手中的真神兵都是一脉相承 更能够发挥出真神兵的强大威能 不知道问天王之 不知道这九大势力内拥有许多被封印的妖魔 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叶毅不由德安骂问天王白痴 有九转和一绝这么好的排面 居然还传给血王他们 不过 站在问天王的角度一想 他这么做 也的确没有错误 毕竟 只有如此 问天王才能得到一件真神兵 称霸混沌大陆 否则的话 九大巨头手持九件真神兵 足以逼得问天王隐姓埋名 无法抵挡 只能说他们之间的交易 彼此都收获很大 只是他们的交易 让叶毅有些倒霉 毕竟血王是他的死敌 等血王强大了 肯定会对付补天教 既然如此 那我就多交易几次 反正现在九转和一绝也不值钱了 与其让问天王去找别人交易 还不如我先拿出来交易 换取一些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叶毅忽然眼睛一亮 既然他可以和中央神皇交易 那么也就可以和赤渊神教 印天神教 西方神皇他们交易 这三大势力 还没有得到九转和一绝呢 当下 叶毅马上离开圣区 然后登陆混沌网络 找熟人联系赤渊神教 印天神教和西方神国 准备出售九转和一绝 赤渊神教 叶毅找的是孙杰 这家伙成圣后 在赤渊神教地位也不低了 找他最适合 尊杰接到叶毅的消息后 马上就跑去告知赤渊神教的教主 这位教主听后大喜 马上就亲自出动一句分身过来找叶毅交易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确定 赤渊神教出五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五个圣人王中期的妖魔 一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以及一介圣兵王 交换叶毅的一份九转和一绝 这价格比中央神国出的还要高 而且亦以支卖一份九转和一绝 毕竟中央神国跟他关系不错 赤渊神教就没有这个关系了 价格自然没有优惠 不过赤渊神教教主也很满意 只要得到了九转和一绝就行 价格高点无所谓 要知道上次南方神皇的陨落 可是把他吓得不轻 和他同级别的巨头 就那么轻易地死在他眼前 这太震撼了 无数岁月以来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因此 赤渊神教教主这段日子的心情一直很不好 生怕自己以后会落得南方神皇的下场 这个时候 月一突然找上门来 要交易给他九转和一绝 赤渊神教教主瞬间就惊喜无比 千步说九转和一绝 能够让他达到准真神境界 再者 有了九转和一绝 他就能修炼出九个分身 以后出去办事 用分身就行了 绝对安全啊 所以 为了得到九转和一绝 赤渊神教教主也就不再一多付出一些代价了 叶教主 我先告辞了 以后您我两教要多多走动 愿我们的有益长存 赤渊神教拿到九转和一绝之后 一脸开心的离开了 不久后 月一就收到孙杰传来的消息 说是这次替他们牵头交易 让赤渊神教教主很高兴 特地晋升孙杰为赤渊神教大长老 月一微微一笑 这个赤渊神教教主道是精明 知道利用孙杰来加深他们的关系 微微思虑片刻 月一觉得既然这个九转和一绝已经传开了 那就再传一份给孙杰 也没什么大不了了 于是 月一便传一份九转和一绝给孙杰了 当然 孙杰也得发誓 不能将这门功法泄露出去 其实 这十月星辰根问天王的前规矩 凡是他们传给别人的九转和一绝 都是一次性的 这也是防止九转和一绝泛滥成灾 毕竟 一旦混沌大陆的所有修炼者都得到了九转和一绝 那么他们为了提升修为 就只能互相厮杀了 到时候 整个混沌大陆都会生灵涂炭 死亡遍野 接下来 便只剩下印天神教和西方神国了 易奕收起思绪 开始联系印天神教和西方神国 虽然他不认识这两大势力的高层 但混沌大陆就这么大 强者之间总会有一些交情 这不 易奕通过战胜的关系 他很快就和这两大势力的高层联系上了 和赤冤神教同样的价钱 易奕卖给这两大势力一家一份九转和一绝 自此四大神教和四大神国都得到了九转和一绝 实力大增 而易奕尘也得到了许多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这些足以将他的修为提升到圣人王后期了 叶一 我们回来了 就在叶一和赤冤神教 西方神国 印天神教他们交易完毕后 叶二等分身也从生命禁区赶了回来 叶新尘的九大分身终于聚齐了 第1710章一人得到 圣虚 时间加速大阵内 叶新尘和无毛鸡他们汇聚一堂 而在他们对面 则是一具具备封印的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其中 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有问天王诵的三个 中央神国交易的九个 誓冤神教交易的五个 西方神国交易的五个 印天神教交易的五个 一共二十七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此外 圣人王中期的妖魔 有中央神国交易的九个 誓冤神教交易的五个 西方神国交易的五个 印天神教交易的五个 一共二十四个圣人王中期的妖魔 最后 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有中央神国交易的三个 誓冤神教交易的一个 西方神国交易的一个 印天神教交易的一个 一共六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这一排几十个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不说把五毛鸡他们给看呆了 连叶星辰本尊也是目瞪口呆 一脸震撼 天下孤星不由得感叹道 早知如此 当初还不如直接跟九大势力交易 换取这些妖魔 你小子就能马上寄生圣人王巅峰了 叶星辰苦笑道 谁知道九大势力有这么多圣人王级别的妖魔俘虏啊 一小子 这么多的圣人王妖魔 你一个人也用不完 剩下的给本大爷冲击圣人王境界吧 一旁的五毛鸡一脸兴奋道 叶星辰微微笑道 有二十七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我只需要九个 剩下的足够你们寄生圣人王境界了 上次他分身带回来的五条生命猿龙 早已经让五毛鸡虚空雷神 小五他们寄生到了古圣境界 所以 再献祭一两具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就能让他们寄生圣人王境界了 而且 这次一二他们回来 也带回来十三条生命猿龙 等子雪九幽神子 梦灵他们成圣后 将来也可以利用生命猿龙 寄生古圣 这可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夜星辰的那些小伙伴们 以后寄生圣人王 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接下来 夜星辰 无毛鸡他们就开始在时间加速大阵内练化这些妖魔 夜星辰先是融合九具古圣跌峰级别的分身 将本尊提升到了圣人王初期 随后 他再练化九个圣人王初期的妖魔 练制出九个圣人王初期的分身 接着继续融合分身 如此这般等夜星辰消耗掉九个圣人王初期的分身 九个圣人王中期的分身后 他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圣人王后期 可惜 只有六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夜星辰看着面前的六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心中有些可惜 如果再多三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他就能一举达到圣人王巅峰了 不过夜星辰也只是可惜片刻 很快就恢复心情 毕竟 这次一举达到了圣人王后期 他的实力已经提升很多了 因为他的天赋很强 仅仅圣人王后期 再加上强大的混沌霸体 就能越级抗衡圣人王巅峰 如果再加上混沌神火领域和幻界的话 估计圣人王巅峰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都敢与准真神一战了 不过准真神如果有真神兵的话 那他还是有多远 就得跑多远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夜星辰挥手抓起面前的六个圣人王后期的妖魔 在他们恐惧的目光中 将他们全部裂化成能量球 不过 他在时没准备炼至分身 因为他现在如果炼至分身的话 那么他的分身 修为是圣人王后期 六身却只是古圣巅峰 将反 如果等一百多年后 等他的本尊混沌霸体达到圣人王层次后 那么他炼至的分身 不光修为达到圣人王后期 连肉身也是圣人王初期 实力不可同日而遇 届时 我的分身都比一般的圣人王巅峰要强大许多 夜星辰暗暗想到 一脸自信 所以他决定 暂时不炼至分身 继续修炼混沌霸体等一百多年后再说 反正一百多年的时间 转眼即过 现在他在圣旭隐居 暂时不出去 也不需要分身出去办事了 夜星辰就呆在时间加速大阵内 努力修炼混沌霸体 在夜星辰修为达到圣人王后期之后 就把剩下圣人王级别的妖魔 全给炼化成了能量球 交给了五毛鸡处理 毕竟 五毛鸡他们不光修为低 还没有混沌神火 炼化圣人王的速度很慢 所以 夜星辰不得不帮助他们将这些妖魔 炼化成能量球 好方便他们吸收 剩下的十八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还有十五个圣人王中期的能量球 夜星辰全都交给了五毛鸡 然后他就回去闭关修炼混沌霸体了 五毛鸡拿起两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丢给天下孤星 大笑道 哈哈 没想到本大爷也能这么快寄生圣人王境界 等本大爷有空出去逛逛 那群人肯定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 说完 五毛鸡又给虚空雷神 小五一人两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两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应该足够我们晋升圣人王境界了 五毛鸡说道 他还有天下孤星 小五 虚空雷神四人 现在都处于古圣初期 当初夜星辰在古圣初期 略化了一个风行王 就能达到古圣巅峰 那他们用上两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自然也能够达到圣人王初期 足够了 天下孤星点了点头 随即一脸激动地跑去旁边吸收了 五毛鸡他们也各自坐下吸收 施展九九归翼之术 融合分身 四人很快就达到了圣人王初期境界 感受着体内的强大能量 四人互相对视一眼 皆是有些难以置信 满脸惊喜样 我居然也成了圣人王 简直像做梦一样 虚空雷神满脸感慨 天下孤星感叹道 真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老夫当年苦苦修炼到了古圣境界 没想到这才一转眼 就成圣人王了 他感到唏嘘不已 非常庆幸当初雨夜星辰结识了 这才有如今的大机缘 嘎嘎 还剩下十二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你们一人拿去一个 便指出一具圣人王初期的分身 乌毛鸡也很高兴 激动之后 再次丢给虚空雷神他们三人一人 一个圣人王初期的能量球 感谢观看 因为生长的圣人王初期的能量 请参考看